很多话说老花一你为什么老是让我们用小盆去养花呢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什么呢 我的一个目的和初衷很简单 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去养活 但是呢你要注意啥呢 你像如果说这种根系长到满了一定程度了 就一定要换盆 小盆它干湿循环很快 大家养护起来难度很低 基本上都能把花给养活 但是有一个缺陷就是 如果根系长得特别满 花耳面的花就会浆苗 或者会出现那种各种的一个死亡 或者是不长 明白吗 那么呢 不推荐大家一步到位的换到这种超级大的花粉里边是因为什么呢 它很难去干透 很多的花友呢浇水施肥都很勤快 结果就会烂根 你跟我不一样 我这个呢就是这个 换到这个里边一年的时间 有半年多的时间你都看不到它长 现在根系已经长得基本上七七八八了 才爆发式的迎来一个生长 你明白吗 就是很多的花友 刚种下去有上半年 你别说半年了 有上三个月他看的不长 就开始着急浇水施肥 认为水肥不够 所以说结果最后就会养死 你跟我不一样 我的基本上就没怎么管理过它 因为盆子够大 所以说你也要盖它这个点 不是说小盆大盆 不是说大盆不能养花 大盆也能养花 小盆养花能够更加容易养活 懂这个事的吗 这个花友的枝子花为例来说 它寄来的时候 那个土坨这么大 灌服那么大 但是快死了呀 鸡咯咕噜一剪 用到这种小盆里边 给大家打开看一看 你看根系不就长出来了吗 看到没 活 明白了吧 咱们是为了养活 你先养活了才能养好 养活养不养的活 完全看你们浇水 养不养的好 是看吃肥换盆这些个事 一定一定要盖它这个点 不要很着急的去换很大的盆 如果说你换了很大的盆的话 就不要着急了 这个中间是相互矛盾的 着急的花友才会换大盆 换了大盆更着急 急 一急就出乱子了 反正那种不着急的 小盆小盆换得来的 越长越好 越长越快 如果说那个花友 我要精心去照料的话 从二加轮再换到这种大的七加轮 中间有一个过渡的话 长得比现在还快呢 一定要盖它这个点 别的花友说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的话 我到时候我在基地里边 再给大家录类似的这些个素材 觉得不错 今天点赞 我是老花一 养活最软一 白了抽包